大家好 根据这个净报的相关报道呢 16岁的伊朗女孩索尼亚呢 本应该被处以绞刑 结果呢 在12月12号下午呢 被保释了 保释金呢 花了3万美元 那么出狱以后呢 很多人呢 都兴高采烈的 欢迎她回来 在索尼亚出狱之前呢 德国议员凯亚说呢 索尼亚呢 已经被捕一个月了 我们目前呢 正在联合一些政治家争取呢 让索尼亚呢 尽早的获释 那这个小女孩啊 16岁 她犯了什么罪呢 在伊朗啊 女性呢 着装呢 有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呢 必须啊 佩戴头巾 不能露出头发 除了手和脸之外 任何的身体部位呢 都不能裸露出来 为此呢 还有这个专门的道德警察 来监督啊 民众的穿戴是否呢 符合规定 如果呀 不符合规定 将会遭到逮捕 接受再教育 那么9月中旬 有一个22岁的伊朗女孩叫阿米尼 因为呢 没有正确的拍戴头巾 头发露出来了 而得到逮捕 结果呢 她就昏迷死亡了 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阿米尼的死呢 就引发了伊朗各地大规模的这个罢工 抗议 还有优行活动 要求呢 取消头巾法 取缔导德警察 要求回到1979年之前 因为呢 1979年伊朗啊 发生革命 从一个世俗国家呢 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 那么原来种种的生活方式 现在呢 都不被允许了 面对这些抗议活动呢 伊朗当局也指出 背后呢 有境外反一势力杀手 呼吁民众呢 不要上当 经过三个月的有行示威活动 据说呢 有超过18200人呢 被捕 超过488人失去了生命 索尼亚就是因为支持这些活动而被逮捕的 他的获释呢 让有些人认为呀 是伊朗当局态度转变了 曙光呢 出现了 我觉得下结论呢 还有点为时过早 因为呢 在12月17号 就是周六 根据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 伊朗最著名的女演员阿里多斯蒂也被捕了 这个演员呀 出演过奥斯卡得奖影片 推销员啊 在里面担任女主角 他有呢 800多万的粉丝 是著名大V 他呢 在社交媒体上公然支持啊 抗议活动 煽动啊 民众情绪 他公然支持啊 在抗议活动中 被判处死刑的谢卡里 他说了 每一个目睹这场流血事件 却不采取行动的国际组织 都是人类的耻辱 那么伊朗当局啊 逮捕他的理由呢 就是散布谣言 因为呢 他没有提供任何 与他的说法相符的文件 他的社交平台呢 也被封号了 还有一个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 叫做扎纳瓦德 在12月12号 周一啊 他被公开在起重机上吊死了 罪名呢 是向真主发动战争 另外一个面临死刑的人呢 是伊朗的著名的这个足球名将阿米尔 他呢 也多次公开支持抗议活动啊 那么代表全球66个国家 6万5千名职业球员的 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 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么就说了 对这个事情呢 表示震惊 说明中写道 职业足球运动员阿米尔呢 在伊朗为女性的权利和基本自由 进行了宣传活动后 那在伊朗呢 面临死刑 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 对此呢 感到震惊和厌恶 我们呢 与阿米尔正在一起 并呼吁呢 立即取消对他的惩罚 由此看来呢 就目前来说呀 伊朗当局呢 还是没有放弃啊 还不想回到1979年之前 好了 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橱窗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谢谢支持